這個範圍就是屬於東石農場的一個範圍 東石農場它占地最短1020公頃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現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裡是我們最早期的 夏吉國小的敖古分校 所以我們這裡是一所廢校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比較窄 我們這裡是331公頃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西石下農場 西石下農場就是我們這個迎賓潭洞過來 就是這個範圍 港口公這個範圍我們都叫 他們西石下農場 它這裡就比較像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都是比較窄窄的地方 這裡現在完全都是 塑造林地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的那個濕地的水域範圍 這個地方呢 我們這裡有6.44.48公頃 那你們看我們這樣一個濕地的範圍 是不是很大 那麼在哪呢 像我們要逛的話 我們現在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展示館 那展示館呢 我們就是五師地第一個館 第二個館就是我們觀海館 那我們第一個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兩個樓層給我展場 那我們一樓我們等一下會去講 我們早期野具還有一個農具 還有柯童的樣品 那二樓就是我們現在這樣一個 蘇泰的一個兩類的數位館 那這裡參觀我們這一條路 就是我們最外面那一條路 你開到鏡頭會看到老鷹翅膀的入口 入口處右手邊 我們這裡有設置停車場跟跨壯室 我們車子停好之後 左手邊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的人工市地木棧道 那木棧道1.62公里 沿途七個涼亭可以休息 那這裡走完呢 當然如果說各位想說走路散步的地方 我們裡面還有原始森林步道區 一個是我們的白千層 一個是我們的木馬廣 當然呢 如果說你連這天也要走的話 我們這樣就是7.4公里 那不用擔心 即使它沿途都有設置 我們那個流動廁所 可以休息的一個地方 那像我們這裡走完呢 我們就是直接右轉再右轉 車子快到關台樓 關台樓這個地方 它最早就是台塘的水產大樓 那他們這裡呢 也曾經當過那個 我們那個海巡的一個哨兵站 所以呢 它是三層樓高 三樓呢 我們有架設兩台 棉被望遠鏡 它這個地方 光是看這三個名字 就是看海的一個樓層 因為我們這裡幾年 北港西出海口 包含西邊的台灣海峽的區域 都有關海樓這個望遠鏡可以來看 各位如果下次有來的話 可以自己來逛一下 那我們這裡那個 我們就是要再到原路開個路口 然後出來 就是到我們昨天有去逛外面那一圈 那個後 我有一個指示 不要我們再轉過來 就是到這一圈漂亮的濕地的賞鳥區 所以呢 它這個賞鳥區呢 它沿途我們設置賞鳥亭的Bug 那它賞鳥亭Bug呢 它沿途的濕地景觀都會不太一樣 那建議就是安全問題 車子開到哪 要看的話還是要來賞鳥亭來看 好 那我現在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們下午要到房州 然後請宣布 讓我來賞鳥亭 你不要說 讓我來賞鳥亭 我來賞鳥亭 我也要在認識 我們 感谢观看